前有比比东密室逃脱 后有江南南后门至上 徐三世到底做什么 让江南南对他如此冷漠 在最新剧情中 外院第一美人江南南登场 因为一个烤鱼 徐三世也跟随其后蹭了一波热度 不过这个热度并没有啥好的 因为这都是他的黑历史 而江南南看到他就露出冷漠的表情 就说明这个黑历史和江南南有关 江南南因为家里穷在加上母亲重病 所以急需玄冥宗的玄武神担来救治 而玄冥宗正是徐三世所在的家族 他这个家族有着特殊的理论 只要是本宗执行男子 在拥有武魂的前提下 都要在15岁进行一次特殊的觉醒仪式 只要完成这个仪式 那么自身的武魂就有可能完成进化 这个仪式正是原房 合适的人选也正是江南南 为了救治母亲 他自愿和徐三世发生关系 你们应该在想江南南是自愿的 为什么后来对徐三世这么冷漠呢 其实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 而且玩的花魂还比较变态 本来就在兴奋中的徐三世 和江南南尝试了多次防尸都未能成功 最后徐三世决定用家里那些叔伯们 曾经开玩笑时形容的姿势 但最终还是走错路了 现在已经为十一晚 因为进化的过程开始了 在玄冥归甲盾开始进化时 却发生了意外 估计是走错后门的原因 最终只是成为了一半的玄武盾 所以江南南对他所有一切的排斥 都是由此而来 这也成为了江南南最大的阴影 之后在海生园活动上 江南南接受了徐三世的表白 但那个阴影却并未完全放下 最终在经历了乾坤问情谷的考验后 才完全接受了徐三世成为了一对情侣